我要告诉大家 王毅国伟这次出访日本承受了种种压力 王毅国伟的这番讲话非常有获 王毅国伟的这个反击 不仅是有利有机有节 更让人们看到了钓鱼岛海域面临的新局势 环球球大点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蒋峰 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营一周讲 今天我们在这里 和各位观众见面的时候 正是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 刚刚结束对日本的访问回到国内的时候 这是今年9月 日本检议委新政权诞生以后 中国高官对日本的第一次访问 也是检议委出任日本首相以后 会见的第一位中国高官 应该说王毅国伟的这次访问 对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要告诉大家 王毅国伟这次出访日本 承受了种种压力 我注意到啊 在王毅国伟到达日本的当天 日本的富士晚报 在第一版就看出了中国外长今天恐吓来日 检议委要死守间隔为题的这样的报道 日本把它称为叫做间隔 我们中国的称为叫做钓鱼岛 这篇报道啊火腰味非常浓 摆出了一副要打架的样子 果然 也就是在第二天 11月24号 日本外相 茂木敏初 与王毅国伟进行了会谈以后 双方联合举行记者会见的时候 日本外相 茂木敏初公开表示 在会谈中 已经明确要求中方 在尖阁列岛 采取向前看的态度 采取克制的行为 我们看到 文质彬彬的王毅国伟 当场进行了反击 从日本的媒体报道来看 王毅国伟呢 这次针对中日两国 有领土争端的钓鱼岛问题 讲话的时候 有三个重点 第一点 他表示 中方一直在关注着钓鱼岛局势 第二点 他表示 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日本渔船 进入钓鱼岛周边海域 中国呢 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应措施 第三点 有些日本渔船 是抱着捕鱼以外的政治目的 进入中国钓鱼岛海域的领海 蒋锋认为啊 王毅国伟的这番讲话 非常有获 披露了人们 先为知道的一些的事实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针对日方的行为 中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反应措施 有些渔船是抱着捕鱼以外的政治目的 进入中国领海的 对此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日本的官方 甚至是军方 一方面呢 在利用日本的民间的渔船 让他们硬闯中国钓鱼岛海域 另外一方面 他们呢 给日本的渔船乔装打扮 抱着政治的目的 硬闯中国的领海 在中日两国之间 制造各种事端 制造各种事变 然后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 这是日本在现代历史上 对中国多次使用过的手段 王毅国伟的这番讲话 不仅让人们了解到 钓鱼岛海域的有些真实情况 更让人们不能忘记 过去的历史教训 所以 蒋峰认为 王毅国伟的这个反击 不仅是有利 有机 有节 更让人们看到了 钓鱼岛海域面临的新局势 这应该是 王毅国伟 此次日本执行的 一大亮点 必须指出的是 尽管日本摆出了一副 吵架的姿态 王毅国伟 却不是为了吵架 而访问日本的 他此行的更重要的目的 是寻求 中日两国利益发展的 共同点 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 向善屈好 而不是日本媒体 所说的什么来恐吓 从中国媒体的报道来看 王毅国伟访问日本期间 与日方达成 五点重要的共识 和六项具体成果 概括的来说 这五点共识就是 第一 中日两国要努力构建 切合新时代要求的 中日关系 第二 中日两国继续携手抗击新冠疫情 第三 合作推进中日两国的经济复苏 第四 中日两国共同维护和强化 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第五 中日两国相互合作 支持对方举办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 这五点共识可以说是当前中日关系直接面临的需要解决的现实紧迫的问题 这表现出了中国对日关系的务实态度 对于六点成果媒体已经做了很多的报道 我就不再一一展开来说 在我看来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方满足了日方一定的需求 比如说针对日本每次中日高官见面时候都要谈到的日本农产品出口中国的问题 中方这次同意建立中日食品农水产品合作跨部门磋商机制来进行推进 这一件事情一旦落实了 就会给日本的农业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 再比如争取年内开通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支撑电话 这不仅是中日合作交流的新的亮点 也会进一步加强风险管控增进了安全护信 这样看来王毅国伟的这次日本执行 是做到了该反击的就反击 该合作的就合作 既回应了日本的痛点 又应对了日本的需求 以大局观和务实精神开拓了中日关系新局面 正如日本经济新闻在报道中指出的那样 中国国务委员王毅回国以后 也要有相当的时间进行隔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仍然肯于出访日本体现了中国对日本的重视 好 我们本期的东莹一周奖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这个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